這跟時間無關的圍繞電力 那我們的問題是這樣子 我們問題是說 我們有一個系統 我們有這樣一個物理系統 那我們還不曉得 我們不曉得它 eigenvalue 跟 eigenfunction 但我們知道 H0 就是說 它的 eigenfunction 跟 eigenvalue 都已知的 就 H0 我們分成兩部分 一部分是 H0 一部分是怎麼樣 另外一個部分 那 H0 它 eigenvalue 跟 eigenvalue 我們已經知道 已經有解了 但是這個很難解 整體很難解 所以我們就利用這個 但如果很小就 如果多出來這一項很小 不是很大的話 我們就可以利用底下我們要講的這定理來解 這樣清楚嗎 我們不是完成 我們不是正確的解 我們是用近似的解法 這是一種近似的解法 知道我們問題的 就是我們目標 這是 H0 已經完全解 它的 eigenvalue 跟 eigenvalue 跟 eigenvalue 我們都知道了 但對 H 來說呢 我們不曉得正確的解 但如果這個很小的話 我們可以怎麼樣 我們可以近似的解 那這就是我們 這就是我們要講的近似的方法 所以 perturbation 你們知道 perturbation 就比較微小的意思 對 如果很大的話 我們解的就不 我們底下解的不是很準確的 對 那我們看怎麼樣用我們的方法 我們有很多基本觀念 我們基本觀念還是一樣的 我們還是要解這個 我們目標還是要解這個 這是我們正確的解 但這很難直接這樣解 我們很難直接這樣解 所以我們採用這個方法 但我們基本觀念還是一樣 任何解的話還是怎麼樣 因為這是過程跟萬能結合 我在這邊 小寫 這是 eigenvalue 然後這是原先的 eigenfunction 然後這個一樣 這個 eigenfunction 過程什麼 過程完整集合 那我們再複習一下 完整集合什麼意義 對 任何這個函數 任何這個解 這解也是可以展開 從它什麼樣 展開從它的線性核 所以我們可以得到 y等於 我就不用 這個變量就不用寫了 對不對 我們可以這樣寫 就它是它的線性核 是完整結合的線性核 但我們通常把它寫成這樣子 我們通常這個第一個 那個係數 我們把它寫成這樣子 因為我們要利用物理觀念 因為這很小對不對 如果這很小的話 這個解跟原先這個解會怎麼樣 會不會差很大 假如這很小 假如這很小的話 這新的解跟原先的解會不會差很大 不會差很大 會差很小 那差別在這裡 差別在其他狀態的貢獻 我們把其他項 其他項寫在 跟這個格開寫不同的 所以這邊k不等於n 其他的狀態 將清楚嗎 這樣清楚嗎 有沒有問題 或者我把這個對起好了 我這樣寫好了 n然後n' prime 然後 這個我們把其中的一項提出來 n 然後加上 M 反而不等於 等於是這樣 但前面還要重量一個規模式數 我這樣寫好了 原先是這樣嘛 對不對 我把這項提出來 我這樣寫好了 這樣就比較清楚了 那 CN 接近一 這可以改寫成這樣子 你們知道我講的意思沒有 我再重講一次 因為它是完整集合 對不對 所以這個狀態可以寫成它的展開式 那因為 因為這是圍繞 這項很小 所以我知道 它跟它很接近 這樣清楚嗎 所以我就把這項特別拿出來 都是其他項 當然這係數不會等於一 那我們知道這很接近一 這樣會嗎 那我們再把這項 把這改寫成這樣子 就等於是把 C 其實這等於是 CN 這樣清楚了嗎 我們下一步就是要把怎麼樣 因為它要滿足它的這個解 對不對 那我們 規劃決定這個大小 規劃決定這個大小 對不對 你可以想像如果 lambda很小 就 lambda很小 其實這 lambda 這是數學上的技巧 我這邊 我補充一下 這 lambda 是數學上的技巧 我通常在做 通常 因為我等一下用展開式 展開式 我有這個 lambda 我 lambda 次方可以做怎麼樣 我可以從 lambda 次方看到我是 第幾個 order 那我計算法 其實我把 lambda 寫成1也可以 把 lambda 就寫成1 但 lambda 的作用就是我在推討過程中 我知道是哪一項是頂次方的項 我這樣講 前面前手 這個 這個 下寫的項 對 因為這個規劃係是決定 決定 lambda 多大 它是決定這個 lambda 就決定這項大小 例如說 如果 lambda 等於0的話 我們舉一個例子 如果 lambda 等於0的話 大N應該等於多少 對等於1 對啊 那如果 lambda不等於0呢 大N就不是等於1了 是不是 所以它是 lambda的函數 所以要記住說 lambda 是數學上的技巧 我們用它來 讓我們很清楚看到 它是第幾個order 來第幾次方向 OK 那從這個式子 我們 我們可以知道 就是說 N0 就是 lambda等於0 就是沒有圍繞 我們剛剛講過等於多少 等於1 那這個係數呢 這個係數等於多少 因為 因為 lambda等於0的時候 Yn 等於n 這樣知道 lambda0就是沒有圍繞 就是原先的解 那我們就利用這個特性 我們就利用特性 我們把那個 我們可以把 將這個寫成這樣子 我們將這個係數 用開樂極速展開 有沒有問題 我們把這個係數 用開樂極速展開 相對 lambda展開 那這是代表第一次微分 這代表第二次微分 那這一項在這裡 這一項等於0 所以這一項有沒有 沒有 這項有沒有 沒有 所以這一項去掉了 所以第一項就是 lambda lambda相 然後能量呢 能量我們用 我們能量知道 lambda的函數 1n 1n我們怎麼樣 也用太樂極速展開 所以這是 1n0 然後加上 lambda 1n 加上 lambda平方 1n兩次微分 加上 lambda三十方 我們兩個都用拆了極速展開 那地項呢 地項就是原先的解 就原先的i跟value 所以我這邊 這邊就寫成那個 我現在把那個原先號 你們這邊補上 把0補上去好了 OK 表示是 0sorder 就是 沒有圍繞的 那我們底下要怎麼做呢 當然我們讓它展開是沒問題的 但我們知道 不管怎麼展開了 它都要滿足怎麼樣 滿足 許多電子有虧學嘛 那我現在把它帶到 許多電子有虧學嘛 許多電子有虧學 你看一看 我們就得到 那這等於 我們把它帶進來 等於n 對不對 我們把那個 右邊 右邊 右邊那個透盤是帶進來 你看 那這是等於 有沒問題 然後把哈密通尼帶進來 在這裡 對不對 我們把哈密通尼 我把它換從那個 這沒問題吧 然後我們把它分開來 所以等H0 你們看 你看對不對 這式子變成這式子 那我把1 把1也展開了 好 你們你們抄下 然後一邊叫對 一邊叫對看看 好 首先好 首先我們把這個 規劃係數 這邊這邊好 跟這邊它是 可以怎麼樣 因為它像 可以怎麼樣 可以消掉了 所以我把它擦掉了 這規劃係數 在這裡 存在這裡 也存在這裡 我把它擦掉了 好 另外我們這個要展開了 這一步我們再把那個 細數展開 我把那個細數 把這CNK這個細數 我把它展開了 展開在這裡 這是展開細數 都擦完沒有 都擦完了 那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來看 我們一項一項一項來討論 首先我們看 林磁王像 來不來林磁王像 我們看林磁王像 哪些 我們看第一排 林磁王是哪一項 就這個 就用到它 所以H0 那這邊是 這一排 都是一次方 以上 林磁王另外還有一個 還有是這個 這是一次方的 所以是 這是原先的解 這原先 所以沒有特殊意義 第一個 那我們看一次方向 我們一個來 這裡一次方向是哪些 這零次方 這一次方 所以H0就到這一項 所以 H0 然後三面形 然後CNK 對不對 還有沒有 這一排 這一排 這一排有沒有 還有沒有 沒有了 我們再看這一排 一次方向是哪一個 這個 這邊 這邊有個蘭達 這個做兩次方的 所以一次方是這個 所以H1 H1 然後 PiN 對不對 這是 然後等於 等於是這一排的 這排的一次方向是哪一個 這邊的第二方向 對 這個跟這個 還有 還有這個跟 跟這個 對 好 所以我們就等於 所以有兩項 一個是 蘭達 H 然後PiN 加上 1N0 然後 對不對 是這個 我這邊沒有蘭達 蘭達我去掉 一次方向 多少沒有 那我們將這個 我們將這個公式 我們從上這個 再做積分 我們承認了 再做積分 我們得到什麼 什麼樣的量 這邊嘛 這邊是 上 然後 CNK 加上 對不對 然後再加上 1 是不是等於這樣子 OK OK 有沒有問題 那我們看這一項 這基本等於多少 0 小小會算是0 因為它是 osogono 就是說這個是等於多少 這是等於 1K0 然後Pi 那這個跟它 osogono 所以這項多少 對不對 這項 這項存在的 這項存在的 這項是多少 也是0 因為它是osogono 所以我們得到 就兩項 所以我們就得到 1N1 等於 我們就得到這個公式了 對不對 那這告訴我們什麼意義 這個係數 你們再複習一下 你們再複習一下 你們抄的比例 這個係數是什麼 是能量的展開式 能量展開的D是怎麼樣 對 D是微分那個項 所以這是呢 能量的DJ 就是DJ的修正項 所以是這個積分 也可以這樣寫 用那個Delog Notation 也可以這樣寫 這是能量的DJ修正法 寫了沒有 然後我們再看 然後我們再看 破函數的修正法 我們乘上另外一個 這個Igon Function 然後再做積分 那我們看得到什麼 這四指 這四指一樣 這叫什麼 這叫什麼 H2 我們這 3K不正 對不對 然後怎麼樣 CNK 然後 對不對 然後再加上 加上那個 就第二項 我們再看 右邊 右邊是EN 然後再加上 就是這樣子 這M不等N 那我們來看 看結果 這項等於多少 因為M不等N 所以這我收工 所以這項去掉 對不對 那這項等於什麼 這項 這基本是 這個 對 就是M不等 結果當 K等於M的那項 才存在其他都怎麼樣 其他都是0 所以我寫在這邊 所以這一項是 所以只有CNM 然後再E 1M 這是地項 地項這個 沒有錯 然後 結果 K不等於 K不等於M 叫做 K等於M那項 才存在其他都是0 其他基本是0 好 那這EM0 是從這 作用到它來的 好 那我們看這項 這項變成什麼 這項變成 EN0 然後再C CNM 然後1 然後1 點 最後得到什麼結果 我們把這一項 把這一項剪過來 就等於是說 這個 我們就得到這個式子 對 就是我手頭才 就 蛤 哪一個 M等於N 我們不是做夠了嗎 M等於N 我們已經在那邊做夠了 對不對 從M 如果用M等於N 我們得到這能量的修正項 那我們現在做其他的 其他我們不是得到能量 我們得到另外 也是另外很重要的項 你們看有沒有問題 這一項 這積分 對不對 這中它是EK 這個嘛 但只有K等於M那一項 才怎麼樣 才存在其他都是0嘛 所以我這邊就寫成EM 是不是 那這邊一樣 這邊也是積分 K等於M才怎麼樣 才不等於0 其他都是0 所以 就直取 怎麼樣 直取 K等於M那一項 那 你把這三個 一 二 三 就這 就這幾項 那從這個告訴我們什麼 告訴我們一個很重要的 的量 對吧 我們得到這個結論 OK 好 從這個我們得到這個係數 那這個係數告訴我們什麼 這係數告訴我們什麼 這是什麼係數 破函數的低階修正 這樣先什麼 右邊這邊是能量 這是能量的低階修正 那這邊呢是怎麼樣 是破函數的低階修正 的那個係數 這樣會了嗎 OK 一個是能量 左邊 右邊那個是能量的低階修正 這是破函數的低階修正 好 你們看這個公式哈 你們看這個結論哈 你們有沒有看到什麼 要注意的地方沒有 啊 這邊本來就不等 這邊本來就不等 哦 對了 你說 什麼情況下 婆母會不等臨 啊 不要忘了這是不同狀態哈 M不等於N 是不同狀態哈 那在什麼情況下 婆母變成你 減病態的時候 假如N跟M是減病態的時候 就是它能量相等的時候 這公式就不能用了 也就是說 N跟M這兩個狀態 如果同樣能量的話 婆母變成零了 所以變成無限大 這一項變成無限大 除非上面是零了 在這種情況下就不能用了 那減病態怎麼處理 我們會講 遇到減病態怎麼 該怎麼處理 就Digitalizer 不已經等於0 我們有時候一定要等一等 也可以不等一等 也可以等一等 就看你這是 這是什麼樣的狀態啊 對 看H1是什麼 以後我們會有例子 以後我們舉例的話 就比較清楚了 所以 我們還有幾分鐘 所以 那我們下一步要講的是 第二階 第二階的修正 這是第一階的 我們剛剛講到這邊 講第一階修正 我們還有第二階修正 那這些都要注意 第二階修正也一樣 都牽涉到減病態的時候 現在減病態就不能用了 這樣清楚嗎 那我們會 所以減病態的情形 我們會另外討論 那我們明天早上就講 第二階修正了